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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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第三次番Radio和二位时报联播的 早上节目大香港早上 探仔还有关于樓的东西想讲的 是啊 滔滔不绝 我很想我每次讲真汤 没有叠叠 由樓联 每次讲真你就叠叠我 我想說 其實我很想說到 就是剛才說到那個空間的問題 不只是說你生不到兒子沒有下一代的問題 就算你生到兒子其實你都是很輸蝕比其他的人 尤其是現在大陸不斷地傳人進來 他就很強調說大陸那些人厲害一點 怎樣怎樣的 其實就有很多原因 其實有一個原因 我覺得就是就算有些大陸人厲害一點 尤其是我們學校演藝的時候 他有很多大陸人的學生 在音樂系那方面 是啊 他們很強調說那些人厲害一點 厲害一點 但其實我想說 為什麼會有些人厲害一點 厲害一點 先不要說教育那部份 其實我不覺得香港的教育是比大陸差的 但問題是有時候有一些地方 是大陸的人比我們好多的 最主要就是講現在的問題 就是講一下空間的問題 土地問題 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一些比較大一點的樂器 你講真的 你有空間 你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 譬如說 講一些簡單一點的 就是 鋼琴那樣 你鋼琴 你覺得好像在香港 你每個人家裡都有鋼琴 有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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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直立式鋼琴 但問題是 我的大陸同學 他的家裡可能地方比較大一點的 他可以放到一個三角琴 那麼你那個練習上面已經有很大的分別了 你有一個三角琴 還有一個直立式鋼琴 還有其實 大家可能覺得你 你可能會說 其實我們家裡就算有空間放三角琴 也沒有錢買三角琴啦 但是 其實事實上不是的嘛 因為實情 你計算一下 其實一個三角琴很便宜的 你講一個三角琴 我當你不是太差的 不是 你聽我說完再說吧 不然你遲一點就著了 三角琴來講 我當你二十萬 那麼其實你計算一下一個三角琴 我當你那個尺寸是 闊四尺 長六尺的 二十幾尺啦 那麼你計算一下 你家裡的面積 喂 你二十幾尺地 你香港二十幾尺地 說在賣三四十萬的 你相對起 比你一隻琴的話 喂 其實你說的那隻琴其實是便宜過你的地很多的嘛 所以經常 我跟一些學生都說 喂 你在香港說那隻琴很貴很貴 喂 你其實擺你那張沙發那塊地其實不是更貴 所以相對起 其實主要的問題就是 就是香港的問題是出於那個地貴的問題 多於這些問題啦 如果不是 相反其實 就是因此為什麼有很多 就是 其他大陸那些人呢 那些會這麼有一點好處的方面 就是因爲他們那個地方大很多呢 那你變了 大家可能 你那個生活環境差不多的時候 不是啊 以你邏輯這樣講呢 大陸的人是不會買琴的喔 因爲大陸的地便宜嘛 那相對來說 那個琴便便宜了 哈哈 那我 即是 我計算他們 就是有接近的生活環境啦 那你不如拿農 住農 耕田那些來給什麼不夠 你不可以什麼都拿著地去給的嘛 不 即是對於香港人來講的 即是對於香港人來講的 不是對於大陸人來講的 我就是想說 即是對於香港人來講的 其實你 可能你就算給得起那個錢的 但是問題是 由於你沒有那個地方 沒有這樣的地方去給的時候 那你變了你 即是就算你可以給得起那個樂器 那個價錢 你都沒辦法有個地方去安置它嘛 而最勇敢的地方是 你安置它那個地方是會貴過你那件東西嘛 即是就算你聽起來 安置地方貴過擺那件東西有多奇怪呢 就算500元一呎地一呎地一呎房價的話 我擺所有東西都是便宜的 不是 淡的意思是 淡的意思是 你別亂坐啦 哈哈 你坐嘛 你想練得好你就不要坐 但是擺那三個琴會誇了一些 不是 講了例子而已 很多例子而已 譬如好像 譚仔就是玩雙音的 是的 就是那些低音大題 我知道 都好音大舊的 那些都是 即是很多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家裡沒有地方擺過一件東西 那你變了 譬如我們這些樂器的 就是不像鋼琴 那鋼琴你衰極都可以練 在家裡怎麼都可以練 那麼我們那些樂器 甚至可能有些同學子 他要回去一些中心 或者回去學校才可以練習的時候 是 那你便變了 不單止我先不講質素的問題 你中間旅行的時間你都會虧損 你可能一來一回 你去一程半個小時,回來一程半個小時 那你變相,你家裡如果有個地方可以擺放你的樂器的話 那你省了那個來回的時間的時候 那你可能中間你多練一個小時 或者你不要說練習多一個小時 你休息多一個小時,這樣也好一點嘛 那相對地,你有個空間可以在家裡安置到你的樂器的時候 那其實你就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所以你就會比較好處,在你學習在不同的東西方面上 我想問坦仔,你講完沒有?我沒有打拆你嘛 什麼?暫時可以讓你揶入自己 暫時可以讓你揶入先 基本上坦仔,以上的言論呢 我都是覺得很正確的 只有一點而已 哪一點呢? 就是平一點樂器好,平一點 比起更便宜更貴的,如果你的居住環境空間大一點 你所有的藝術的造藝都可以做得好一點 不管你是寫大字也好,做Painting也好 或者你彈結他,不要說什麼了 對不對?work and roll 都不只是說什麼classical的東西 那都是會好一點,這些當然必然明白 但是純粹是說樂器便宜這件事 因為以我所理解,任何的藝術用品 不管是樂器也好 做油玩也好 做結他也好 你要一些比較好的質素的東西 一點都不算便宜 舉一些便宜的例子 我不會跟你說 不是不是 即是配合大家 多一點,平常一點 配合大家 配合大家 我可以做星期三 配合大家 配合我 即是打鼓這件樂器 即是香港很多人都有玩 那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那個地方 什麼很多人都有玩 很多人都有玩打鼓這件樂器 即是你夾Bang的話 那都是一個普及的樂器 對呀,起碼多個彈壁士 那你打鼓來講 你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地方練習 就是不夠電話簿 不夠電話簿 你知道一般人 我跟你說貼地點 你知道他們一般人 最常遇到練習的問題就是什麼 哎呀,電話簿又爛了 這個就是貼地了 坦仔 貼地 就跟我說 你都來了 你都來了 不想貼上你 你都不想 都是有少許的東西 插百五六分鐘 在這裡說這些夠的東西 很貼地 你都好 請他做契弟 就好像 好像打鼓那樣 好多人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出去練習 為什麼要出去練習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你知道股房租多少錢租嗎 這些Bang房 旺角那些 旺角那些 臭的 你老媽 不是,你只打鼓還是咖啡那些 只股房 只股房是六十元左右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是有咖啡 我有看看多少錢 其實你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你家裡沒有地方放那套鼓 就是其實 我有些朋友 現在有些摺疊式那些 猜不到是那個問題 猜不到是那個問題 猜到你放得到那個 吵到你打不到 那你家裡都是 你家裡都是破壞事 是土地問題來的 因為 因為你做隔音棉上 你是有這樣的空間 那你要有那個隔音 我沒有質疑你的土地問題 我純粹質疑你說的 其實那些東西很便宜 那你和你的地比就便宜了 你明白嗎 當你香港去到一格階磚萬五元的時候 那你相對其他東西其實也很便宜 對不對 又不見你說那格階磚貴 對 對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集中一個焦點 對準政權 那個問題是那格階磚很貴的問題 你有什麼理由一格階磚萬五元 那這件事很瘋癡 那你相對起 我是說買得到樓的人 如果你說層樓很便宜 你也買不到 那沒得討論 你明白那個狀況 對不對 你是什麼城鄉共生 那些我幫不到 但是你對於會買樓的人來說 你可以給一百萬五元一格階磚 其實相對之下 其實其他東西都是屬於便宜的 你知道很多給一百萬五元買一格階磚 那些是供人到混蛋嗎 我知道 這麼大也有錢 也沒有閒錢 鐵地淡 你供人到混蛋還是供人到混蛋 都供到你混蛋了 你也不明白 你也不明白 即是你始終 老周出聲 老周出聲 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 你很開心 這次 老周那句就是 坦點比我更離地 不要這樣說 老周是什麼人 大家都知道 老周是買Marsalarty的人 OK 大家看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的價值觀 就不可以這樣說 就不可以這樣說 那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你對於會買樓的人來講 那層樓 這麼不合理的價錢 他都給到的話 其實如果他可以在那裡省了的話 譬如你那間街磚不要萬元 你那間街磚八千元 你知不知道我當年 你知不知道我當年 不是 不要理他這個 你知不知道我當年中學 去過一些銀樂隊 那些人是怎樣練的 怎樣練的 練什麼 練樂器 你講一下 他只是拿個銅咀回去練 我 是會拿個咀咀回去練的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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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個咀咀回來 我也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的 這個也是很可憐的 有些是要用學校的樂器 那回家只有一個咀咀 我只是在家裡吹個仔 那然後回到學校才要去練 鐵地 這些都很貴慘 就是因為你沒有地方讓他放那支東西 其實你有時有些是便宜的 你說的可能是萬元 所以是泰仔 泰仔高 正著你講,有霸氣點 反正都是這節 我又沒有阿姨這麼霸氣 這節給你 因為你生了霸氣 對地淡跟你否釋 我們剪掉了這節 對地淡跟你否釋 樂器很便宜 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在香港遇到一個問題 就算你給得起錢 你家裡沒有空間去放那些東西 嘩,很適合你 你始終都會很適合你 因為你家裡不能放那些東西 那你就很難去給你的小朋友 去練習那樣樂器 不單是樂器 說其他東西 我打塗你算了 你也是很堅持打塗 你試試裝這個動作 你明白嗎 香港的問題就是 香港的問題就是 你空間這麼不足 你變成你下一代 可能他想發展某些專長 某些專業 譬如我們學樂器 又或者其他東西 就算你 譬如你剛才說到 踩單車也好 都很需要空間去擺你那些 設施、設備 那些裝置等等 但問題是 香港由於你家裡 你根本沒有地方放的時候 你就變成你很妨礙他這個發展 所以為什麼 其實你很難去 不是他去看 我們是否一直被他詭辯 他自己是貼的 你看他想說多少 他一直重複 其實是重複的 其實是重複的 我怎麼說一件事 就是 那個比例有少許問題 你幫他給你 就算現在那萬五元的尺階段 萬五元的格階段 就算那個階段是一千元一格 我也是不會買三國琴的 不是 起碼 就算你是比較有錢人 他都可以 容易有個機會 讓他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說 這個是 有少許滑波 因為你說的是 Demand Supply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萬五元一尺 只要萬四元一尺 買三國琴的人 就會多了 這個在數字上 一定不會錯的 你想一想 現在一個 新的網台計劃 我又開始講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也是有這麼多錢 假設我也是有 一千萬的資本 如果我拿完錢去買一層樓 那我就沒有錢買那個琴 那如果一層樓是九百萬 我就剩下一百萬 可以買那個琴 但是問題是九百萬 那層樓都是不夠 塞那三個琴的 就是我要跌到很低 那個差距 讓他可以有更多空間 不是啊 因為空間差距和琴的價錢 不是剩下的 我知道 他要跌很多 那個琴很大 我明白 就算你家多了這一格 這裏的位置 我也是擺不到三個琴 不是 你從這個角度去解 去交道淡仔 是錯誤的 應該是說 屌你老母吧少爺仔 不是 你老母是香港來的 你老母是香港的 你老母是香港的 那種 你老母是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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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個空間多了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三國琴 你不一定是三國琴 你能做其他的 你明白嗎 DZ省 你都不明白 你老母是香港的 我這件事是號給你 貼地塔 你多了一個空間 就算不一定是三國琴 你可能是其他東西 不是 你可能多了一個空間 你多了幾尺 那你也可能擺個單紙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你就可以有其他方面的發展 但問題是 現在香港的地方小到這麼貴 你穿得上這件衣服 你的V不能脫掉了 貼地塔 這個Label 你這件事明明是件衣服 是你給我穿的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 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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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件事的道理是沒有錯的 例子很好笑的 道理是沒有錯的 例子只是 只是令到 淡仔的衣服更加對身 但那道理是沒有錯 亦都是我上一節所講的 那這些是國法國銀 那個 瘦瘦了 那個空間的問題是對的 就是說 如果我剛才說生仔 生仔是一個例子 彈琴也是一個例子 我沒有辦法去建立我的家庭 去繼續去 建立家庭是一個很... 其實建立家庭 就是你做人不能太胡遂山 建立家庭不是家庭問題 這是社會問題 你是不是傳落下一代 有沒有繼續營造生產力 傳宗接代繁顯 孫家所說的繁顯 有沒有這件事 其實這是社會問題 好了 當中亦有空間 我先尋找其他事情 就是我有沒有達至一些 我其他的可能是生活品味 生活興趣 那三角琴太三角了 大佬 那你可以不三角琴 大提琴也可以 可以做到這些的興趣 可能已經去到 或者三百尺不夠 五百尺就夠了 五百尺曾經在香港 也太合理了吧 想有五百尺的房子 住三個人 生一個小朋友 或者生兩個 迫迫地都還可以 這樣 都還合理 還可以發展到的興趣 或者... 我也不會說到滑浪風帆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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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死了 那些叫什麼 擺板 擺板 這樣都合理一點 百五隻層樓 擺板都擺不到 大哥 擺在哪裏 你等我擺一部電腦上去 這樣坐在一個塔塔裏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是跟你如何發展 你的人生是有影響的 香港很難發展到一些難發展的東西 當然我們... 在香港人的合理貼地的價值觀裏面 有些事情是惡發展的 就是... 香港人學薯琴 是沒辦法把薯琴放在家裡的 有 就是你都要去... 是有啊 他說有啊 不是薯琴... 薯琴... 薯琴... 大概是同一隻鋼琴 差不多大隻而已 只不過他那個形狀不是那麼四方 所以你看下去就覺得他大隻而已 因為... 他說... 我們不明白你說話 其實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但是... 沒有人明白的 我剛才不是說回那個新網台介紹 就是那個差距的... 那個... 不是淡仔跟我們的差距 而是... 我怎樣達至到買到三國琴 和那個樓價的差距 那裡雖然是有某程度的一個反比 但是那個反比那個... 那個槓桿差很多 我才達成... 所以那個例子沒有辦法大家理解到 那我是理解理解不理解 我亦都理解到淡仔所說的理解 這樣... 哎...三十八分鐘 本來想說救生權都知道說不說下去 最好 救生權都不能彈琴 有什麼好說 救生權工都不回 又不回工 救生權工都不回 我很難... 哎... 有些小的心也都跳出來 這次開心... 雖然... 雖然... 雖然大家... 不是... 雖然街頭好看... 很珍販 所以我覺得只要香港那個... 那個樓價便宜一些 對那個音樂的發展 是會有很大幅的幫助的 但你要有很大幅的下跌 但是... 但是... 他不會下跌到那個位置 不,如果你純粹淡了那句 剛才那句叫捉你自失 你說香港樓價跌了,對音樂發展很大幫 那以前夠便宜 好多年,五、六十年代好多便宜 那怎麼辦? 以前好一點 因為他不會跌到 因為,大哥,人有物理空間的限制 他不會跌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香港樓價跌到某個位置 是不是太空科技可以發展到 但是最終是做不到 因為我沒有過奈華達州 他不會跌到 假設五毛錢的赤樓 那我是不是可以買到五百架車放 但是最後我沒有那麼多地 就算叫主要叫原居民的地 我也是沒有那麼多地 去到那個位置 那你當然有一個物理性在 我又拿回三角琴來說 三角琴是變成一件類似的事 雖然是放在那裡 那你也要另辟 你家裡擺不到 我家裡勉強 我不會丟掉一張飯桌的 那就是啦 你明明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擺不到 那理論上擺到的 如果假的 理論嘛 就是你想想 我不知道你的房子 你當時是多少錢 就是不要管多少錢 但是如果以當時的價錢再便宜一半 你是不是會買大一倍的房子 你問我的話我會的 你會買的 但是我才不同 我家裡整個房子是建出來的 不是買的 不要緊 我當 其實總之都是要付出一些東西 去換取 不過你拿我家裡來給又不對 我家裡有這麼多大提琴 不是 那樣就是大提琴 那樣就是大提琴 我有五隻 是啊 打橫擺還是橫擺呢 打橫擺 打橫擺好 為什麼不打橫擺 躺在這裡 躺在這裡好 開心一點 讓水份平均一點 是嗎 好像擺紅酒一樣 怕它走味 你會明白 就是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便宜了一倍 我不會用同一個錢 你明白嗎 譬如現在買房子三百萬 它現在割價百五萬 那我會不會說 那你 買一倍 買一倍 那我未必會的 我會省百多元買一架馬薩拉提 我看到老洲 我的氣是不信 我是要買一架馬薩拉提 然後貼網 那起碼你有個選擇 我會貼網賺的貼紙在這裡 你明白嗎 是啊 但是你剛才那個的理論 那個真的是理論 那個就是我的選擇 就是有人可以做到這樣的選擇 是啊 但是你撇除了選擇 當然那個是你的選擇 好了 他說便宜一倍 你買大一倍嘛 便宜十倍 你買大十倍 便宜十倍 你可能買大六倍至八倍 然後就牽涉了一個選擇 你買大六倍 然後就有個有錢人 穿網網掛出來 那你為什麼不買大十倍 那就可以把火箭打橫的六倍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看你個人選擇的問題 那我只不過我舉個例子 我只不過我舉個例子 那你可以人有不同的選擇 我知道 那這個例子嚇到普羅市民 不就是好像你買車的例子 你有些錢剩 你可以買多些空間 那你可以買車位去放一輛車 然後那車位便宜 便可以買多個車位去放一輛車 就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說你錯 那個例子不是離地 我要相信那個例子 就是我們新網台計劃 那個例子不是因為有不有錢 達至那個例子 而在那個例子 你去到某一個點 就去到個人選擇 就是我剛才說買樓 買十倍六倍的問題而已 但是去到三國琴 在普羅市民來說 我們這些黎民百姓便停止了 因為 那我擴闊你的想像 我已經在看2001泰國萬遊 但你去到那個位置會停止 就是因為在我想像裡面 我富貴到怎樣 我都是買Kawaii動起那個琴 因為去到三國琴 就要另闢一間房 那那一間房 就是去打大哥的下一關 但如果要容易些去吸收 你的例子一定是對的 理論上一定是對的 就是 又再舉另一個例子 就好像你買車一樣 我當現在50萬個車位 你可以買到一個車位 那如果便宜了一半的話 你25萬個車位 你就可以買兩個車位 擺兩架車 這樣的做法 那至於你能不能夠 你能不能夠買多一架車 那就另一個問題 但起碼你先有一個位置 那譬如說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你多了一個位置 你可以擺到兩架車的時候 那法國佬就可以專心去練跑車 去練賽車 那他就有多一個選擇性去做 那你去討論他有沒有錢 買多一架車是沒有意思的 我討論他有沒有空間 擺到車的問題 那他有那個位置的時候 那他就有一個選擇 我只不過是 他可以有這樣的選擇 我知道 那這個是很學術的 這個是很學術的說法 就是說 你首先撇除了 你需要不需要這架車 我只是在說 你買多一架車位 是的 但我個人的生活 那其實都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例子 可能大家會明白的多些 因為人是會需要兩架車的 但明明車是比鋼琴貴的 那屌你 那不是在說這件事 不肥的 不是,買一架車很便宜 買一架車幾皮 我車都幾皮 幾皮就解決到 沒有,就是 就是 買 算了 不再轉下去了 我們休息一會 嘿嘿嘿